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乎预期下跌的影响 美股导致急跌近300点 乌克兰两个高官怀疑涉探 在内閣会议期间被警方带走 占仰李光耀的民众全日都未停 当局延长时间到24个钟 详细的新闻内容 纽约股市急跌 科技股创了接近一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导致施工业平均指数跌近300点 收市跌200点